- 大家好! - 大家好! - 大家好! - 因為真的很久沒有跟大家見面 - 所以呢,開場先來唱一首歌 - 帶來這個最近金馬的最佳電影主題曲 - 想知道在想什麼 - 想知道你心裡在想什麼 - 可是心非說我不難過 - 找不到最好的時刻 - 害怕失去,所以還沒說 - 謝謝 - 這麼久沒見,Eric還特意為香港粉絲學了兩句廣東話 - 三禮拜樂 - 都愛你 - 哈哈 - 哈哈 - 粉絲時未暈倒了 - 在疫情放緩之後 - 程哥王節立刻開巡迴演唱會 - 下個月就會舉行香港站攻入紅館 - 和各位先見面了 - 非常興奮,因為當歌手碰到疫情真的蠻辛苦的 - 很多人都不能聚集在一起 - 包括演唱會也大家都要戴口罩 - 所以現在真的很幸福 - 很珍惜每一個在舞台上的機會 - 上一次來辦演唱會是2018年 - 那個時候我 - 二十二歲 - 欸沒有 - 欸對,我現在二十七歲了 - 呼 - 真的 - 時間過很快 - 呵 - 真的很開心 - 今年 - 在二零二三年即將二月二十五號 - 就可以在紅館跟大家見面 - 有沒有之前在紅館看過其他歌手的演唱會 - 感受那個氛圍來的 - 我其實沒有耶 - 所以這會是我第一次 - 我甚至不知道紅館長什麼樣子 - 對 - 所以很期待整個體驗 - 你有在網上看紅館的照片 - 或是其他歌手的片段 - 有 - 我有看到陳奕迅的 - 陳奕迅的 - 然後有看到 - 方大通好像有看到 - 都有看到一些影片 - 上次九展演唱會一票難求 - Eric這次將會在紅館開兩場 - 還第一次挑戰四面台 - 這一次在紅館有兩場喔 - 兩場喔 - 所以大家有兩集氣候可以來看 - 兩集氣候可以來看 - 耶 - 對 這一次在紅館 - 我是一個非常大的這個里程碑 - 然後這一次也是四面台的這個演唱會 - 真的很好看 - 所以一定要來看 - 有 因為這一次是第一次辦四面台 - 我覺得它我很喜歡 - 原本感覺會很 - 很陌生 - 但反而我站上舞台 - 我覺得很自在 - 然後很喜歡跟觀眾很近的感覺 - 然後也很喜歡轉身 - 隨便一個面都可以看得到小星星們 - 然後也離他們真的很近 - 很像 - 很像在跟他們聊天一樣 - 不會像三面台就有一個很遠的距離 - 四面台真的要照顧好每一面 - 要不然就會被抗議 - 所以我們都非常專心在把每一個橋段 - 要照顧哪一面都安排得非常好 - 你的包廂感很好嗎 - 還不錯耶 - 所以我不會迷路 - 永遠找得到正面舞台在那裡 - 除了拉近和粉絲距離 - Eric又為香港站設計專屬的橋段 - 務求令粉絲有多重享受 - 這一次我們在每一個地點都會 - 專屬的設計橋段 - 所以香港會專屬香港的演唱會橋段 - 相信會給小星星們很多的驚喜 - 一定會有很多 - 可能沒有聽過現場版本的歌曲 - 也很期待跟你們一起大合唱 - 星星歌 - 演唱會這次星星歌是說太多 - 也會有電子水也會跳舞 - 所以蠻熱鬧的 - 然後我演唱會很棒的設計是 - 說太多呢 - 星星歌如果有看這個MV - 它其實後面還有故事 - 故事只有在演唱會看得到 - 所以我覺得是 - 看演唱會邊可以看電影的感覺 - 又可以聽我唱歌 - 然後我其實也會 - 我蠻幽默的在舞台上 -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我在舞台上搞笑 - 不止耶 - Eric還有其他福利派的 - 話畢平時都有操開 - 當然要展示一下成果了 - 她預告一定會在台上show body - 真的很興奮 - 因為這次演唱會是全新的Odyssey Tour - 然後也健身了也變壯了 - 有很多的驚喜 - 很期待跟小星們一起分享 - 現在就tour一下 - 但演唱會有很大的機會看我 - 就是展現一下這個練的肌肉 - 就平常我的個性比較不會脫衣服 - 但我的親戚人的這個安排讓我 - 讓我沒有這個選擇 - 就不是你自己的意願來的 - 不是不是不是 - 但其實脫一脫會脫上癮 - 因為還蠻帥的 - 那你有上癮嗎 - 有一點點 - 還不錯 - 因為真的蠻認真的在練 - 然後有練了兩個多月 - 包括吃啊喝啊都 - 所以有看到成果就覺得蠻開心的 - 因為這次有找教練 - 他非常嚴格 - 有一陣子一個星期有train五次 - 非常辛苦 - 對 幾乎沒有這個休息時間 - Eric去年11月 - 就去了美國舉行兩場演唱會 - 他曾經在波士頓讀書 - 華語情歌給了他好多安慰和力量 - 亦令他萌生成為歌手的夢想 - 第一次在成長的地方開show - 應該都有點伊甘環鄉的感覺 - 這次第一次去北美辦這個演唱會 - 我覺得非常的溫馨 - 非常開心 - 因為是國歌中段裡面讀書 - 他也算是我當歌手這個夢想 - 開始的一個地點 - 所以可以見到北美的小心點 - 甚至聽到他們每一首歌都會唱 -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感動的一件事情 - 有那個美國那些朋友去看你的嗎 - 有 我其實在每一個地點都有當地的朋友 - 都有帶一些他們朋友起來看 - 然後很溫馨 - 因為我們這次我們就安排七天 - 然後我們就要飛四個城市 - 所以非常的緊湊 - 甚至我們最後一場我們是直接要 - 從演唱會地點去機場 - 然後再飛十六個小時回台北 - 辛苦的話不會了 - 但就是非常充實 - 每一次的旅遊也好 - 或者是表演 - 或是看到的人事物 - 我覺得都會幫助創作 - 這一次工作排得比較滿 - 但期待去吃 - 香港有些朋友 - 然後期待去請他們帶我去吃一些好吃的餐廳 - 我覺得好吃的點餐 - 其實蠻簡單的 - 就是到地 - 然後來的就是很熱的那種 - 那種感覺 - 下次來香港就要努力一點吃好西了 - 但各位小鮮鮮都記得要搶票 - 入場支持偶像 - 我的香港小鮮鮮們一定要來看我演唱會 - 因為它會讓你們非常療癒 - 然後是一個2023年美好的開始 - 是的 -